大家好,歡迎收看《即市攻略》 我是Vicca Hoekman 這次有Stanley做嘉賓 Stanley你好 大家好 如果有任何問題想問Stanley 歡迎帶來204-6566 叫或是最終問題電話到ASKBSTchannel.com 或WhatsApp到915714200 或是Facebook及Youtube 或者做Live或是留言 亦盡快解答大家的問題 之後大家看看港股的最新走勢 恆生指數最新報是19885點 升258點 國企指數升92點 報6755點 大肆成交558億 下午回來人都醒了 馬上突然醒了 對,市場終於懂得升 不是這樣 是甚麼來的?南部熙 是甚麼人 是甚麼?全民造星 9961甚麼事 說市場吧,這麼興奮 不是,要升的 要升的,我覺得 不是,A股才有些勁 剛才這一下 是,A股都爬 哇,那條線爬上 對,看看A股這樣走 現在是在日中的高位走 突然之間 下午 其實你真的可以說 即是1點鐘打後的時間 它爆上去 突然間 1點鐘的時間 你想想,都是3254而已 現在下午回來 升到差不多30點 會不會是內地有甚麼消息呢? 有甚麼政策出來呢? 暫時不覺有 是嗎?暫時就沒有 暫時不覺有 但是,如果以A股 我都說了 A股的勢頭 每次都是 通常有甚麼事 有急升急跌 現在明顯 剛剛這一陣的時間 就在扯上去 甚麼原因不知道 但成交量 其實在下午回來的時間 很明顯是多了一陣的 因為上次我的印象中 好像是2300、2400左右 下午回來 突然間是厲害了 兩次加起來 現在都差不多 接近6000多 6500 都厲害了 下午回來 經常是厲害了很多 是 會風唱好招喊中 純正氣 不是的 因為基本上 用回我之前的邏輯 A股的成交量那麼大 其實你這些勢傷版塊 按道理是不會差的 但是只不過 你真是沒辦法 你用回 這一段時間去看的話 你A股的成交 不是 所以成交肌下縮了 你的氣氛會差 是因為這樣而拉了下去 但嚴格上 如果好像之前那樣 之前的勢這麼漂亮的話 其實他們真的沒理由這麼差 所以現在看看 不過說真的 看看這一段 有你今天的時間 看看A股是否真的這麼厲害 A股是人差人的 就是堅持著 都是人買我買的 所以它很厲害的那一刻 甚至乎你真是晚一點 知道有什麼消息 或是夾上去的話 那真的不害怕 但不知道 Tony Hello Hello 那港股這邊 我們信不信好呢 因為我們看到科技股 很配合 你見到騰訊大了上來 連阿里巴巴也會升 但是今早的時間 騰訊都已經在升 其實騰訊的價格 都是硬正的 但只不過現在回到來 好像又再強一點 是 你剛才都說了 今天下午回到來 連中特股都升上來 好像內銀 現在暫時就沒有升跌 建行、公行都升上來的時候 我們要不要追呢 還是還是不要動了 信不信市場呢 等一會 等一會 當然現在的情況是 有課的 有課就拿了 但沒有課要追的話 我寧願選一些 怎樣說 始終你落人板快 你說是不是真的好 好實正呢 都不敢說 但是如果你說 好像剛剛提升到 好像阿力提升到 你說內地犬傷股那一堆 那一堆我覺得就OK 因為如果預期你博中概股那一堆升的話 等於你覺得氣氛有機會改善 其實你的課傷板快不會特別差 是的 你也說的就是6030 是的 現在是拼搏這些 他們都真的回了多少下來 多的 你選擇681都回得多了 是的 但是這些板快 我覺得不會抓住它 這些又不是 你明知道 那個市場 有機會還是會 炒這些事情的時間 其實拿著先是無防的 如果我想安全一點 你是不是選擇94和883 即是我順個市 我玩中特股 883 中二東 那種人當然是慢 其實是 因為好像上一次 你去到70元這位置 是 中海那一堆厲害的 中海有比我上論中特股 真的強的 是的 這樣又升上來了 是的 真的強 我打算它可以再落12元 不過沒有 中海再加上 就是有經濟改善這件事 就是你中特股 加上中特股 追過叫做經濟改善這件事 這些又真是 這個賣點 相對它比較多 所以它升上來 真的又是這些原因 原來眼力有6030元 還拿著 拿著它 所以有時候 你不明白 想不明白這麼差 為甚麼會這樣 Kelvin說中海外 我今早有想過 多一些15、16 即是中海外 6、8、8 為甚麼你覺得這個時候 是可以當外防呢 不是 跌那麼多 今天穿了19元 其實 純粹在這些位置的時刻 是呀 沒錯 我順利博去彈 但現在好像一間一間 又有些還不了債的消息 所以你看到的辦法 都是抄 是的 會不會陸續都有這些消息 預料了 除了合景泰富 有一間應該是小一點的 億達中國 預料了 預料了 這些全部都預料了 所以你說內房這個辦法 為甚麼一直都不敢買 因為你預料了這些消息 一出來的時間 全部都死 是 但我沒有想過 那個億達中國 它還不到的錢 是573.4萬美金 都沒有關係 因為公司的區域很小 最慘是因為現在 你的樓賣不到 真的賣不到 這個其實真的很慘 還有這件事 那不是一個惡善循環 是 你公司解釋出這些 說這些務不行的時間 大家更加沒有信心買樓 那些不買樓的時候 你更加利用不到債 是 資金也回不了籠 所以你這樣算 其實是一個糊塗 搞不定 搞不定 因為惡善循環 A股 真是對板 是啊 不停爬 A股座 現在一個 上中招成功兩仙勁 搞得很想順 但明明看見下面 好像一堆牛仔重火 不停試想打 又上來 但如果A股 如果你說這個 三十二坑倒升 現在無見無聲跌了 是啊 先看看A股的洗 但是你說 207那些 你有貨都不理它 因為現在跌得那麼殘 你不理不理 你那些 真的要當 當看有沒有機會 真的有些奇蹟出現 他要踏上去 原來這裡的街情觀眾 都玩過碧桂園 是 但通列說 騎牛村70 所以803的情況 就是你說油價 就是油價的關源度 一定是存在的 但只不過你說現在 是因為覺得內地的經濟狀況 是OK的 現在反而炒了衝勁 而且 又是那樣東西 因為其實中海優 如果你解釋油價升 它可以即是油價不升 它會升的話 你炒了一樣東西 中特股 因為如果你用這個概念去看 這一類的股份 又高息又股值又低 這些一定是炒的 所以變成你中海優上一次破頂 就是這樣 所以假設 它的A股份 現在突然這麼強 它再上去就不奇怪 但我看外邊 對於現在油價的看法 是偏悲觀一點 那就可以了 是好 就好了 如果預計官的時間 你買一套 大家可能看賽 就會變得一彈 因為我都覺得大部分人是 是好過預期的事情 是的 其實這件事 最好就不要對它有期望 油價怎麽說呢 我覺得油價就差不上 而且因為始終你也真的可以說 因為用一個邏輯而已 你炒中國經濟是OK的時間 油不會特別差 但現在就是說 中國經濟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麽紅 不知道有tune 他未有字會怎麽 對不對 都是看那些數字怎麽供給出來 其實是看你怎麽去演繹而已 而且最大的主要是現在炒中特股 中海有這些是最好炒的 對 不過它一向都有一些7泰銖在那裡頂著 是的 油價很下跌的時候 4%也不是很大的 你想想一下 它派7號 說明派7毫子息 10元已經7泰銖了 你高過10元的時間 當然沒有那麽多泰銖 但是它派都未派7毫子 是 所以整個市面有不同 2027很多人亂 有很多人打 是啊 我記得Tony Tony是不是沒有了 有消息了 有消息了 大家有消息的人 有什麼消息 上交所將會召開這個 戶市金融業專題的座談會 討論出進金融業 股值提升 哦 所以中特股這樣上來 是 沒錯 不是上個星期四開完嗎 不是 現在好像說要開 上個星期四開了 不是沒有開了 是那個ETF 是嗎 是呀 是呀 哦 今年真是很主打 主要說金融業 金融業是沒有其他板塊 不過你這個消息 金融業是要買內銀 內銀或內業 內業 平保3% 3.6% 這次也是 對 真的突然間 突然間 中間首3% 太保 4.8% 太保 這次也說好 之前也說要買 不升不升 是呀 因為這個消息 莫傳出來 馬上升上來 剛才沒有內險出來 嚇到我 我都可以 我都不理會 不過我知道很多人都有玩 是呀 Cavon 馬上有貨 先拿著 如果你說現在 當然 但前提供氣氛要保持得到 現在暫時可以保持得到 不過我看到大行都說 按櫃應該有倒退的表現 即是紋身 你跟這個真的不同 但京東也這麼有驚喜 1913 1913 今天早上都說什麼 早上都說 這些又不怕 Product 為何今天炒車試品 因為外面車試品的股票也很厲害 但香港這些也不太炒 6.3就算了 這隻就真是 都不敢買 還要爆上去 真的厲害 6% 不過算了 Tony 有時看不到那麼多 這個真是強勢股 1.138 因為好笑的 上個星期 你見到上星期五的時間 那個運費格格 又終於肯色彈了 之前不是這樣下跌 上個星期又升回 升回 叫做升回D上去 其實都是低的 都是差的 但因為基數問題 你想想 其實由非洲去寧波的條線 上個星期五的時間 升了三成半 那個運費格格 但是由一萬多元 到兩萬多元 基數低之下 突然間好像很厲害 但跟之前的10萬元相比 還是欠八成 我見最熱身Morgan Stanley 都說 因為它跌到這樣的情況 現在的股值都挺吸引 對 吸引 對 去到這些位置的時候 真的可以買 擺擺 又是擺擺 目標價是9.2 我應該不止 不止 不止 不過算了 這些都是 逐步逐步看 不過A股真的在幅度暫時堅持 但我想問一下 Stanley 因為你剛才說完 一隻138 我見到有很多分析 提及集裝箱的運費價格 就說接下來 6月份可能出現一個大反彈 因為可能是穀物的需求之下 開始集裝箱 有一新一波的行程出現 但穀物應該是乾散貨 乾散貨 乾散貨 如果你的集裝箱是貨品 所以這很有趣 如果你看到中國經濟 一般的時間 按道理 你的進出口也會差一點 所以其實 如果你看到現在的情況 集裝箱的運費價格 其實真的沒有特別升 你只要說 可能見了底 但現在是離底不遠 你見到它可能回答 如果是點數的話 可能回答1、2點 2、3點 前兩個星期 可能會慢慢彈上來 可能這2個星期 都在彈上去幾點 不多了 但接下來會不會有什麼衷勁 你去到旺季的 會否價格上去是正常的 但你不要忘記 之前的旺季的時間 你會不會更瘋 總之你現在計算數 年初至今的集裝箱 按年計算 都大概跌了價格 跌了差不多 最低的韓線都跌了4、5成 最遠之下跌了7、8成 其實你預料的業績 就一定今年不會 不會好像上天那麼厲害 不可能 是不可能 但大問題是它的股價 它的股值 是超級便宜 所以你的股值 可能今年應該會大倒退 但是否則如果有一個股價 也好 現在的股值上又不是算 可能同一回合 平常的情況 都還是會便宜 它們還有沒有那麼多息 應該派不到 難一點 不過它們的價格都調整了 你只可以說它們現在的價格 可以說是 reasonable 又不可以說是很划算 但是又 至少有貨就先保持 不過我就不會買 A股真是壯 是呀 一直在扯 我看到那些 內地勸商股升上來了 大家說6030不走 現在都正在走 真的應該要走 這支我真的覺得 這支要走 尤其是你的氣氛好 這支沒有理由那麼差 因為出奇地弱 6030 因為它之前升停 現在還沒有跌停 即是跌倒停 即是平衡了 沒錯 但是真是厲害 如果以A股的歌 最有趣的是 你A股好 你講過以後 真的不會踩到去哪裏 是 保持住 悶了那麼多天 今個禮拜可否好一點 希望 1818招金 做甚麼 11.72進入了 開吧 現在都不想太多 總之大家有貨 現在這一刻 市要比較旺的時間 先開吧 去到這些位置 我老實說 有些朋友 例如之前 你說是低位留股貨 當然會想想是否吃糊 但是 如果之前已經買下貨 現在正在坐 那便開 如果現在想買貨的話 你覺得第一樣東西 是選甚麼呢 很多人說是 選擇 選擇 選擇是內險 內險 內銀 內銀 沒錯 都是這樣走 選擇真的受惠 選擇是最慢的 選擇不慢 選擇是快的 但選擇是 他們會急升急跌 你可以說 這一天可能會升一成 或第二天可能會掉下成 但選擇已經扯了很多 選擇 你今年要炒TURN1 你今年要炒 保護收入會大彈 那邊有不同 是 大家不怕煮 大家有課到 先拿著 今個星期有很多業績 我剛才數了騰箱 阿里巴巴8度 大家看到這個焦點 未斷也是 都市 今個星期尾 嘩 很多東西看 今個星期真是精彩 是 要看零售市場數據 是 還看這東西 來地 今個星期應該都有很多變動 狀獸商股一定會很難 不一樣 因為 狀獸商股 你想想 他們每次都急升急跌的 如果操了波幅的话 狀獸商股一定比內閃強 那 6800 V彈 600 V彈 彈一些 Kelvin又不算彈很多 對 未算V彈 它都是18個ennis 18個ennis 都彈了上來 升至大概 三毫多指 我今天看到有人推這個960 龍戶 是呀 龍戶 是呀 什麼原因 又是賣樓賣得好 又是這些 是呀 但你又不會有錯 你今年如果以年初至今來說 那些大的內房發展商 他們那個賣樓的情況是不差 是ok的 但只不過 即是你說那個市 甚至乎那個內房的投資氣氛 即是有些變動 甚至乎好像你剛才提到的 有公司違約 其實你一出現消息的時間 你常常放在賣樓下的時候 你都很難獨勝其身 所以變成這些不堅持 不過說著說著 真的好像有些內地賣商 中信證據都會升上來了 好厲害 真的 你想想低位是16.24 16.7.4 只剩下5號的照片 是啊 即是這回合 這回合 這回合 看看這一下 能否保持得到 但廣工的成家 是不是都多了 好像押走回來後 剛剛400多億 現在多了 都多了 都多了一些 但不是很多 A股現在 加上7000億 是 都算是多了一些 不過A股的勢 如果這麼漂亮的話 如果未試再升上去 成家一定會再幫上去 但是我想問 Stanley 因為 現在6800的股價 其實都 即是試一下彈 但內房都是彈不起來 就是這樣 你面對市況之下 當然買一些 彈得厲害的 好像剛剛提到 內險 勸信 這些 內房 這些隨時都可以買 甚至乎 是的 所以短口都不選內房 有得吃 有得吃就好吃 是啊 不是對 阿力 你夠死得這麼大 可以炒你 你真是追不出去 但問題是A股就是這樣 A股的投資氣氛 就是這麼有趣 A股 你看到中紀錄今早上 看上去 好像跌過差不多 百分之二 或者三 其實中紀錄都是 都可以這樣收彎上來 其實中紀錄 最近的走勢 你想想 他之前穿 最高是109個多 你想想 其實這幾天叫做傻 他今早最低落 差不多是 接近是92個多 現在是2.48 然後這樣縮上來 你已經升了3元上來 這麼大隻都可以去 你想想 多厲害 現在他成交內地 不過成交又不算多 他現在成交17億多 17億多 是啊 不是這麼少 那有沒有關心呢 成交又很配合 真的不知道 他這樣怎麼推呢 他這些 但等一下轉 這麼小成交之下 就更加容易推 對 對 倒轉想 對 這麼小成交之下 你要推上去更加之容易 考慮聯通 會快點 聯通會是 聯通會快點 聯通會快點 762 還有一隻7200 7200 如果你說快上快下 一定是聯通 聯通會更好 聯通會更好 現在這一班 買什麼都好 因為市場很明顯 就真的 真的亂來 我想問 為何大家沒有興趣 查到基建股 每天去到這些位置 基建股不厚 基建股也很大升大跌 是的 但基建股很難玩 基建股你被套住了 真的很害怕 其他股販 其他股你套住了 你不會特別好擔心 就像中夷洞這些 你被套住就套住 不然又要收拾 又要收拾 但是內地的基建板牌 不是 你玩的是小 小的時間 你真是 中特會的話 就不會差到去邊 因為這批板牌 中特會是 難怪我一炒一炒 都要看哪些 是真的叫我受惠那些 中興 差一點 中興的一袋一袋一袋 這些是不是叫雙頂 三頂 這些應該不像三頂 這些是類似 七、六、三 七、六、三 好醜 這些嗎 但又去到頸線位 對 這個頸線位 這個類似 嚴苑和雙頂 都是雙頂 去到關鍵位置 是的 所以沒有這些都幾乎是穿 幾乎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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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引誘你 看看你薄不薄 你真的薄不薄 剛剛好現在是21.81為止 剛剛好這位置 穿了就真是很麻煩 六、八、八、一 多少錢買 現在 不是,Stanley那隻 你這樣買 現在 你說現在買了什麼 不是,他說你買六、八、一 五元樓上 但都無所謂 我這樣說完之後跌下去 不是,你追貨 不追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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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多貨 你這個很重嗎 不重 最初可以不理它 輕手可以不理它 9888跌完了 不,你的氣氛已經這麼好 突然間 你這個跌完了 可以加上很多股份 對 KL現在還沒有 你有貨還沒有拿著 還有百度 你沒有的 你今天星期有熱積 你現在的氣氛突然間 怎樣說 你當是炒反底 因為很多股份跌得很厲害 你剛剛這一陣子的時間 你炒炒這一下 炒上來的時間 是可以等得很厲害 很簡單 你想想 其實市場之前下來的那一刻 是二萬零五百 現在是一萬一千多 你回到上去的時間 我回到這節 二萬零三百 都升到五百 五百點上去 有多難 其實今個星期 那麼多科技會出業績 騰訊 外界對它的業績 都覺得是有些驚喜 是的 我也覺得是的 有些說是監管以來 表現最強的一份業績 我又不是這樣去計算 但是 我只是覺得 它的業務 今個季度 即上個季度 你不會差 你用回廣告那邊 一定會有一些驚喜 所以對於它的業績看法 其實我其實挺樂觀的 那會不會再夾個市場呢 因為百度和阿里巴巴 大家沒有期望的時候 夾個市場 是的 會再上去 你的市場再上去 那個目標 你不要太樂觀 如果是一個大野心的 你看著可能二萬零五百 其實有多難的 你的市場 其實你想想二萬零五百 都不是很久之前的市場 是的 它瞬間都可以打下來 是的 所以你想想 其實市場再上去 你當然不要看得好 你看二萬零五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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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些市場 真的一點都不久 是的 今天都可能上二萬 現在 看看A股的做法 不過A股真的厲害了 所以A股 大家記住一件事 A股真的看著 那個成交量 看著那些 那個有勢 一升上去 如果是好 那個勢漂亮的話 那些錢回去買 就升得很容易很快 深城市也挺容易 對 現在成交已經去到A股 你想想多快 已經七千二了 即二萬億 其實很厲害 很厲害 317 今早沽了 之後 現在夾了 沒問題 你今早早那一刻 你見那個市場 還是好像 都不知想怎樣 但是剛剛這一下 真的硬了回來 突然間的東西是不同了 是的 這次是否當中自股 都算是中特股之一 真的有一個中字 是的 你看中二和A股 A股的升上去0.5% 就很少別交 是啊 很瘋了 A股的圖 現在真的厲害 A股 但是A股真的是這樣 A股真的是這樣 有沒有中字的流亡之餘 我想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被人炒了 通常可以升上去的時間 你都會什麼 我知道 航空股 但航空股不算是什麼 不算嗎 沒有中字 對 但航空股不算 航空股上年虧得太厲害 哦 今年也有機會 虧少一些 或是沒有虧得太厲害 為何他們不可以重股呢 他們不是國企 因為問題是 你很明顯 其實現在很多的那些部分 即炒的那些有特徵 是真的他們現在這一刻的股值 是便宜的 但航空股似乎沒有 都沒有 連P都沒有 你想想想 這一陣子炒這些 特徵上好像883這些 為什麼炒得這麼厲害 完全好像油價 都沒有什麼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因為你真的有個色浪 哇 中國電力不算高 不算高 所以對面武 你想想 Linqa打扔了一轉 你見他的股價支持 上星期升得多厲害 多厲害 對 不覺不覺他這樣繞上來 都說A股 真的不到你 真的不是開玩笑 A股真的這樣升 每次都是這樣 你看你怕不怕 你看你信不信 我們談了半個小時 都沒有停過 真的這樣 A股跌下去和升上去 是可以完全這樣走 你知道嗎 今天次港股上二萬點 如果說 如果說 你如果說 好像差不多到 差不多到 現在五十點了 大家想不想建議慢 今天 先慢大家 也好 真的滿了整個星期 是的 但A股的小 A股真的有點跨 A股今天低位是 3、2、3、5 現在是3、2、8、9 升了差不多五十多點 真的很誇張 好厲害 回到先考慮 你說中國電力還是什麼 很狠 通常多貨 又無謂 買太多下去 只不過你見 港股現在說一說 升三十多 三十多 如果追 真的很想追 阿里巴巴 可以 可以 在這些位置 700點 騰訊 是啊 不懂得停 我想看看 是否北水南 我想問關心 他好像沒有沽了貨 沒有沽到貨 我覺得關心有指標性 但是他跟你的 他說你不沽 他不沽 他不沽 但他純粹想問 看看更新你的 可能是 可能是 不是啊 真的很厲害 你看看這股 追了巴巴 我們80元 剛才不是你說的 OK OK的 我知道 Tony你說3、7 3、7 不過Tony認真這麼說 如果你這一陣子的時間 中突股再炒 這些股 可能你遇上去 你要先忍住 甚至乎先衝 買一點點 因為真的沒辦法 現在市場 是真的這樣玩 真的沒辦法 特別是 跟風向 哇 恆之二十多點 上二萬點 是啊 A股不斷爬 是啊 A股的成交量真的厲害 剛剛不是說 七千二成交 七千三百多了 七千多了 在短時間裏 你想想 我懷疑 這個Kelvin 是不是那個Kelvin 應該是 不知道 不知道 你說《全門的造星》 一定是 Kelvin 知道了你的分身 不要以為轉了名 認不到你 現在的市 大家 一會自己看 最好看著A股 你開著A股的圖來看 A股真是搞笑 還要三千三個來 好啦 大家今天真是 盯著A股 希望大家都可以贏一些錢 是啊 賺一點點 是啊 沒錯 時間差不多了 謝謝Stanley 跟我們長轉的分析 和你申報有沒有遲日 以上頭部股份 有和大家申報了 好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 稍後回來會有其他直播節目 稍後見